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みえこです。大家好,我是Mieko 美容子 今天我們學習、真常或常去用日語ходит arlow 好roller 在这里吃了两个欲的衣服 第一个衣服 对一下 日本では よく地震が起きます 对 right 日本では よく地震が起きます 日本では 在日本 よく经常 起きます 中で起きます的意思 是发现的意思 起きます 当然还有别的意思 就是起床 起床的意思也有 可是这里的意思是 发现 发现什么呢 进行地震 在日本 经常发现地震 这个意思 你们应该知道 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日本是地震国 所以呢 去旅游也好 工作 留学也好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新的准备 好吗 特别是租房子的时候 你应该确认 你问一下房地产工资的人 这个房子的结果怎么样啊 还有可以看几集的地震呀 几年盖的 这个房子是几年盖的 什么的 还有呢 这个附近 附近是地震地带吗 安全吗 一定要确认 一定要确认 才能 决定 租还是不租 很重要的 是不是 好 看一下 对一下 第二个字 这个意思 你应该记住了吗 欧是经常的意思 你们平时经常做什么呢 我经常看中国的古装电视剧 我和我家 我经常看这样的电视剧 我特别喜欢 特别爱看 《明月庄》呀 《梅月庄》呀 这些 我特别喜欢 你们呢 你们平时做什么呢 平时看什么呢 皆さんは よく何をしますか よく何を見ますか 好的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拜拜 还有 请关注我的微博 美容子老师的日语课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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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